男士較常見的健康問題 就有痛風和前列腺問題 前列腺肥大一般都可能是40歲以上 至於痛風也有年輕化的趨勢 可能就算是二十幾三十幾歲都可能會出現 如果想預防前列腺問題 就盡量多吃紅色蔬果 例如西瓜、番茄、番茄等等 因為含有豐富的茄紅素 有助預防自由基侵襲前列腺 亦同時可以減低前列腺壓的發生 如果有前列腺問題的人 應該盡量少吃高脂食物 像煎炸食物 紅肉等等 因為高脂飲食會刺激高軟激素水平 亦是導致前列腺病變的主因之一 如果想預防痛風的話 應該盡量多蔬菜和水果等的鹼性食物 亦要多喝水 每日至少喝兩至三公升的水 例如清水、檸檬茶、綠茶等等 因為有幫助身體排出多餘的尿酸 當然蔬果也是含有豐富的維他命抗氧化物 以及一些纖維 亦有幫助舒緩痛風的問題 如果有痛風的男子 就應該盡量避免進食高飄零食物 例如動物內臟 部分的海鮮 像青魚、沙甸魚等等 以及一些紅肉 因為這些都是屬於高飄零食物 當然也盡量避免煎炸高脂 或者一些葉製的食物 如果想維持健康的話 當然有一個良好的健康生活模式 多做運動 避免煙酒和維持健康的體重 這些都會有幫助預防前列腺問題 或者痛風的情況出現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下小鈴鐺